当地时间7号 美国纽约曼哈顿的知名雕塑 华尔街铜牛遭人损坏 目前嫌疑人已经被警方逮捕 当地时间7号下午 一名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42岁男子 使用一个貌似班卓琴的器物 猛砸铜牛 在铜牛右耳处留下多道划痕 并造成一个长数厘米的裂口 现场民众随即报警 这名男子很快被警方逮捕 并以刑事恶作剧 非法持有武器 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被起诉 其实这并非华尔街铜牛 第一次遭到破坏 2008年和2017年 都曾有人向铜牛破过油漆 华尔街铜牛创作于 1987年纽约股市猛跌之时 于1989年被安放于 曼哈顿金融区华尔街附近 很快成为纽约地标 由于靠近纽约证券交易所 又象征着牛市 因此它也成为美国金融市场 重要的吉祥物 初心点核社会